歡迎收看10月7號的 我來動起來 我來動起來 我是林英文 美國職棒季後賽看華視 聖地亞哥教室 以10比2擊敗洛杉磯到齊 將分區系列賽搬成一勝一敗 而兩位日籍巨星的對決 是由混血王子打筆修有佔上風 三次的交手完全沒有讓大谷祥平敲出安打 另外教室隊的外野手 Jayson Polva也搶進了風頭 因為明明他已經接到球了 卻演得一部沒有接到的樣子 全場都被他騙到了 而且連轉播單位也把分數掛上去 才發現由來是接殺 教室到齊 國聯分區系列賽第二站 教室外野手Jayson Polva 面對Mookie Best打出的高飛球 來了一次五星級演技 Polva幾乎快跳進了觀眾席 身手一接明明就進了手套 怎麼會說沒接到 來看看他是怎麼騙過全世界的 連Best也舉手慶祝 而且轉播單位還打出了 HOME RUN的字樣 這時Polva採用手勢 要大家冷靜 還帶著一抹微笑 但是被細耍的到齊球迷可就不開心了 我們看現在場邊很明顯是有東西被丟進場內 比賽的過程當中 觀眾不僅對球員使用激烈的言語 還丟物品到了場內危機球員安全 三名外野手暫時被帶回內野 比賽也因此中斷 機後賽高壓高張力 情勢激鬥 可以理解球迷一不小心就會太投入 但是危險行為絕對不被允許 而教士先發投手打比修友也很無奈 用亞洲蹲在一旁等待 因為他本站狀況絕佳 七彩變化球連發 七局只被敲出三支安打十一分 而且面對大谷祥平拿出大學長風範 一踢退三步 第一局就給三陣 大谷被這個變化球給騙到了 Slider揮棒落空的三陣 混血王子面對大谷祥平三次都成功解決 而Otani桑整場比賽下來四個打十五彎打 吞下2K 教士達線單場六支球雷打 追平了MLB季後賽紀錄 十比二擊敗到齊之後 也將國聯分區系列賽頒成了一勝一敗 三十八歲的打比修友也拿下個人 大檸檬生涯季後賽的第五次勝投 華誌新聞 黃瑞林英文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英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